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问问白家 嗯 白家吗 白家在省床的势力很大的 找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只要能帮我找到人 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怎么样 刘总 他们答应了吗 答应倒是答应了 但是有个要求 啊 什么要求 啊 倒也不难 就是让你保护一个人到外地一趟 保护一个人去外地 就这啊 啊 我还特意问了 他们说明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所以你上学的事情完全不会有影响 原来如此 多谢刘总了 二哥 刚才滨海的那个刘志辉打电话说 介绍了一个高手给我们 什么样的高手 有什么条件吗 就滨海那穷乡平壤的地方 能有什么厉害角色 我寻思反正小侄女今晚也需要人手 就让她过来了 至于条件 就是让我们帮忙找个人 小吃鱼庄罢了 今晚一定不能出任何意外 小蝶如果再遇上什么事情 我们没法向老爷子交代 可不是嘛 肯定得保护好咱们的小侄女才行 二叔四叔 你们在聊什么呢 小蝶 你起床了 我们在聊你下午去金陵城的事 我都跑步回来了 我下午去金陵城的事 不是早就已经确定了吗 确定是确定了 不过我们还是不放心 打算让雷叔跟你一起去 雷叔 你们还真是大惊小怪 就这么点事 还把雷叔从姐姐那边叫过来 前几天你姐姐不是被人绑架了吗 什么事都小心点为好 最近可是有很多人在盯着我们白家 好了好了 我听你们的就是了 我去换个衣服 小蝶 快上车吧 路上跟好你雷叔啊 有他保护你肯定安全 知道了 你不是说刘志辉派了一个高手过来吗 人呢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已经有老雷在了 少个人又没什么吧 况且那种小地方的高手 谁知道什么水平 行 那就不管他了 出发吧 二叔四叔 那我出发了 请问 这里是白家大院吗 我是刘总那边的人 刘志辉这家伙怎么搞的 弄了个娃娃过来 莫不是在忽悠我 如果这就是你口中的那位高手的话 那还是别带上了 真出点啥事 搞不好 我们还得照顾他 也 也是啊 抱歉抱歉 都怪我来晚了 路上有些堵车 喂 你就是刘志辉说的高手 你们是在逗我玩吧 请问你是 我就是白亿 道上的人给个面子 都叫我一声四爷 要保护的人在哪里 那 你小子是在无视我吗 哎 竟然是他 老四 让他上来吧 这人我认识 很强的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你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剑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证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兵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事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 你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高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机和那个叫阴机的女子 勾结了 别 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了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